作曲 李宗盛 愛與恨在燙硝 針與血在纏繞 雪与泪承载着荣耀 剑一花 不让江山东遥 爱恨之间 总相抹这万世成缘 正邪执念 就在一线之间 孤近浩劫 担求一生熬不两年 回首看一生红红脸 黑与白中暧昧 所欲对中徘徊 亏欲被隐藏着浩劫 云影下 细尽千花无悔 爱恨之间 总浪映着宿命誓言 正邪执念 转眼为飞烟 天下 下到之间 回忆我能轻易作弦 回首看一生红红的脸 一开始就一回忆我能轻易作弦 月儿 下辈子我还你千倍万倍 这辈子 恐怕只能辜负你了吧 书师 是乘在你我回忆的地方 不要让控诉你我破坏的好吗 我定义发誓 我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她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树珊 定义 不关将来你我何去何做 你要记住 我永远都会守在你身边 和你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 至少 这是我对你做的最后一个成诺 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答应我 亲密 爹 月儿 你娘曾经说过 这世上唯一能够 披荆斩棘的力量 只有爱 我希望你们 能将心中的苦楚化为大爱 换一个天下太平 我明白了 爹 爹亦定不负所望 爹亦 我有些事情 想让和你单独谈谈 爹 爹 那女儿先回去了 月儿 明日一战 照顾好自己 爹依你为荣 我知道了 爹 若不是当年我一一孤行 你们两个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这一生逆天而行 没想到伤害最深的 却是我身边至亲之人 我对不起 玉儿 我对不起玉儿 现在我才明白 世间最难的事 并不是什么征服天下 而是要保护身边的人 但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才发现 我跟玉儿已经擦身而过 明日宫山的时候 我会让玉儿留在天门峰 我希望我的女儿 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这是我身为父亲 最后能为她做的一件事 我明白您的意思 能够让她平安 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只是 公孙无我 血练如画镜 我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打败她的把握 不用担心 你我好歹也是 蜀山两代最杰出的弟子 何惧之友呢 前辈 您的意思是 心存大义 以天下苍生为重 是我们蜀山弟子的责任 这样躲了一辈子持魂时 没想到最后 还是她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 不 定义谢谢她 带给我一个好同伴 想不到蜀山这个地方 我打一次不够 还得再打一次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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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香港 四 三足 四 三 二 三 三 三 到我们上场了 MVP 完成 炭蛋 没事吧 上官师弟 我等你们很久了 试会是今日将 重新合并 我将统一天下 称霸武林了 公孙武 你别高兴得太早 以前你生活在鼠山脚下 每天仰望鼠山 感觉如何啊 师弟 你也是在顶藏风修行 从没踏上鼠山之殿 这个只有 掌门才能住的地方 你就是一心沉迷于身外之物 才会剁成这个样子 身外之物 我是为天下太平 我多伟大呀 看样子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对呀 你都堅持着 你还不明 还不得 是 你 甚至 弗子无我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和心魔难除 心魔 这又如何 魔又如何 只要我能够一手操控生死 是正是魔 我说了算 你以为所有的人 都崇拜你吗 他们只是怕你 在他们心里 你永远只是那个中庸胆怯 只会躲在诸葛与我身后的老二 你这辈子永远都翻不了身 师姐 起阵吧 可一旦起阵的话 就无法往回了 只有用这个方法 才能压制住赤魂石的魔性 如今树山大战 已非只是诸杀一人公孙无我那么简单 公孙无我本身不作为惧 只是赤魂石被他激发了致邪的力量 疼啊 从他记忆内逃出路 有朝一日还将寻找下一个宿主 到时候 新的魔王现世 天下将永无宁日 正邪对抗 我们必须要做出牺牲啊 可此事 清云和玉儿都不知道 若是他们知道了 我知道你心有不忍 但这就是身怀赤魂石之人的命术啊 启阵 以无奇之巅 容万物一体 化虚披换 以五行为美 拿天地元气 无赎 是 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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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姐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弟子没这么抵抗 已被权术收服 清云 你的心所见呢 师父说 要在凌云峰设阵 紫青双剑能除魔斩妖 所以她都拿走了 是封印 为什么封印开启了 冥印战 照顾好自己 玉儿 下辈子我还你千倍万倍 这辈子 恐怕只能辜负你了吧 清云 赤魂石和凌云峰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啊 丁大哥在计划里面 也没有说要去凌云峰啊 你好好想一想 弟你为什么要去凌云峰 你师父有没有盯住你什么 赤魂石和凌云峰 到底有什么牵连 我想到了 具体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不过师父曾经提到过 说凌云峰有个什么封印 当年太清真人 就是把赤魂石在那里炼化的 难道丁大哥想把公孙无误 在凌云峰上封印 但是他身上不是还有一个元神 那岂不是 我去看看 我也去 张奇师兄 这里就交给你了 清云 小心 在当时来 的 我 丁银 什么六星之子 诸葛遇我还说什么 你是蜀山的希望 呸 还记得你叫我血影神功 逼着我对你感恩戴德的时候吗 从那时候起我就幻想有一天 骑士又杀了你到底是什么滋味 因为你们的存在 我才会一路不顺 我会把你们两人的尸体 挂在蜀山之巅 暴晒成肝 让所有人知道 你们的下场 哈哈哈哈哈哈 等 等破了计 训练之法 无限激发出了 齿灰式的魔性 如今他的星星 我 已经完全被侵蚀了 前辈 法阵已开 是该渡手的时候了 好 定义 准备好了没有 好 听范夫人说 只有子晴双剑的碑笠 才能够开启鼠身上的封印 不过眼前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将公孙五母封印 到时候还得麻烦师姐和白草师弟 为我们开启伐阵 可是我仍有些担心 这双剑任主 我怕你们两个一时难以驾驭 放心吧 我跟丁宇都是重生之人 我们体内的经脉 已经被赤魂石给住了 应该没有问题 师父 能争取片刻已经多了几个胜算 剩下的 就只有听天由命 不可能 子晴双剑任主 怎么会为他人所用 我和丁宇都是死而复生之人 全身的经脉 为赤魂石的灵迹所助 子晴双剑当然能为我们驱使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掌门说得对 世间万物皆有报应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不可以 我好不容易才收集其失魂石的元神 你们疯了吗 你们拉着我 只会一起死 就算死 也死争七俗 丁宇一燃 放开我 玉姐姐 是子晴双剑何必 不对 他们一定还打算再做什么 碧云 碧云 赤魂石是靠他们三人身上的元神连接而成的 他们被赤魂石连在一起 他们被赤魂石连在一起 谁都走不开了 玉儿 这是丁宇和爹自己选择的路 不要去管别人 不会的爹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恐怕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要 爹 不要 不要 时辰来不及了 快点闭合阵门 快走 快走 不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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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不过看你一眼 我只被疼过 不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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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倒不容易 โ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爹 娘 李宗盛 这希望永远活在梦里 玉姐姐 玉姐姐 你醒了 大战之后 你已经昏迷了一个月了 丁颖呢 丁颖就出来了吗 还有我爹 丁大哥和上官前辈 他们牺牲了自己 和公孙母我 一起被封印在林云峰的法阵中 事到如今 醒来有什么好 全都是痛苦 老天真的好残忍 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我身边 却又要我才逝去 玉姐姐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属山 如今已经恢复如初 天下也太平了 丁大哥和上官前辈 并没有白白地牺牲自己 他们早就下定决心 做好了送死的准备 只是一直瞒着我 对不对 他们让我留在天门峰 只是不想让我去阻止他们 对不对 我也是后来 发现了丁大哥留下的一封信 才知道了当中的缘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为属山 做出了牺牲 可是 可是为什么你就这么离开了 嗯 哼 哼 哼 我 我 哼 我 赤魂石的魔性 已经彻底被激发 现在已经不是血肉之躯 可以收服进化的 就算我们战胜了公孙无魔 赤魂石也会寻找 下一个利语熏星的入魔之人 救得了一时 救不了一时 唯一的办法 就是斩草除根 将赤魂石封印在 凌农峰下的冰窟之内 可是公孙无我体内 只有一半赤魂石 另外一半在你的体内 这一切是非人愿 皆用我夺赤魂石而起 我也应该有个交代 明日 我会跟公孙无我一起封印 难道前辈您忘了 我体内还有一颗赤魂石 如果那个赤魂石发作的话 我会毁掉一切 成为罪魁祸首 我曾经伤害过身边 我最爱的人 我不想让他们再受伤 只有彻底毁掉赤魂石 和六星之子 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安稳太平 不信 你有没有想过月儿的感受 我曾经跟月儿有一个约定 等事情结束之后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建一个家 扎一个根 可是现在 可能要等到下辈子 才能把这个愿望实现 清云 这件事除了师父和百草师叔之外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不希望你们在悲伤中度过 能够以我的性命 来换你们的平安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唯一遗憾的事 你我相识一场 我亏欠你的实在太多 抱歉不能再继续守护你 当日成亲 你就当他是权衣之计吧 你没有欠我什么 也不用为我孤独守候 我只希望我走以后 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还有 请帮我转告月儿 我对她的感情超越生死 请她替我 好好的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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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姐姐 我告诉你这一切 是要你明白 丁大哥对你的感情 是超越一切的 我当然明白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永远把别人摆在第一位 如果要让她苟活在这世上 而看着众生生存于乱世之中 那对于她来说 会是更大的痛苦 只是 在这个没有她的世界 你 你要我怎么活下去 丁大哥希望你能够幸福地 继续生活下去 若他真的了解我 就应该知道 我早就已经将生死 置之渡晚了 不如医者 Zither Harp 玉姐姐 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啊 玉儿当然是要跟我回阴风谷 而且是陪我一起 我会去天狱找图梦 你去那种鬼地方干嘛 天狱和中原的风意还存在 万一再有邪梦歪道扶苏 光靠图梦一个人是扛不住的 丁颖和我爹 费尽心思守护这片土地 我也想好好保护它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那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 清语 丁颖 还有我能够认识你 是我们最大的伏分 玉姐姐 你要保重 你也是 是你 就是我 你也留不住了 你也留不住你 我把它细备 你也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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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还有我 蜀山七霞丰弟子 第七十一代传人周青云 在此听命 青云 你是我蜀山七霞丰出色弟子 又是上古神剑青所剑之主 这次蜀山遭遭大难之时 你能不负众望带领蜀山走出捷径 真的是功不可没 今日我将掌门领牌传授于你 希望你带领蜀山弟子 把蜀山正义发扬光大 弟子领命 众蜀山弟子在此听命 我会带领众人 重振蜀山 空服正义 守顾汤生 弟子愿 同同掌门之面 为天下汤圣庆责 重振蜀山 空服正义 责备汤生 丁大哥 师兄 师姐 我一定会教导出最正直最勇敢的蜀山弟子 所谓正当 守护苍生 当是如此 我证明了 我还活着 最后 我的欲望 我的喜怒 无处归宿 我的爱求 我的嫉妒 躺上了 背负 可恨不幸福 那些空洞 没办法 弥补 从来 我的温柔 我的躯张 如烟相互 我的安慰 我的满足 也不能过负 无法看见的和伴飘落在何处 如果无一步 可能不是真的孤独 你在偷什么脑啊 我在练功啊 为什么我听到打呼噜的声音啊 打呼噜也是一种功夫嘛 因为你教得实在太无聊了 因为你教得实在太无聊了 我 你说什么 不是我说的 他说的 小心打的丁大哥 喂 你太过分了 不是我说的 是丁大哥说的 泪结成 岁月的皱眨 思念的路 蜿蜿巨掌 剩下了就不能选择 最后 愿我如新 君如玉 夜夜流过 相皎洁 我愿意识 可恨的幸福 可恨的幸福 那些空洞 没办法弥补 从来 我的温柔 我的惆怅 如烟相云 我的安慰 我的满足 也不能过负 我愿意识 无法看见的花瓣 飘落在何处 如果无义识 可能不是咱的孤独 可能不是咱的孤独 我为了甜蜜 受了痛苦 我受了痛苦 所以领悟 最后 我的欲望 我的喜怒 我的态度 不是不让你来吗 我想和你一起啊 谁让你来的 那些功能 没办法弥补 从来 从来 温柔 我的惆怅 我的忠诚 我的安慰 我的温柔 也不能过负 再见啊 我娘曾说过 人生了大苦 求之而不得 拥有却失去 蜀山之巅一战 令我失去 两个最重要的人 人生之痛 莫过如此 警告 我肚子里 已经坏了你的骨肉 为了我们的孩子 住手吧 我们有了孩子 我曾不止一次想过 倘若当日我爹知 小娘腹中 已有骨肉之事 能转而向善 结果会是怎样 我会回答的付出 英雄的名字 从来是个 包袱 我选择喜欢你 我们之间没有欺骗 这句话 还算不算数 能为了感动自己 好好珍惜你 倘若当日 因风谷一役之后 定一选择原谅 结果又会醉 全是为了 教书自己 喝醉了 也许想要看见自己 回来了 大力啊 这次春类比赛 又是第一啊 每天都这样 真没意思 有人打了也不行 妒忌的本力倒是不小啊 爹 娘 想来如此 我云村当真只是一处 世外桃源 我与丁寅举案其媒 有儿你一双 伴父母在侧 这世间便再没有魔宗现世 爹 娘 我们回来了 来 给我 我先去做饭 正邪之别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只可惜他们二人 用了一辈子的时间 方才无处 我选择喜欢你 只不过是取悦自己 守护你 爹和丁颖说 世间之爱有大有小 小爱治愈人心 大爱治愈天下 若能换得更多夫妻相守 虎肉团聚 他们愿以牺牲 义无反顾 这是他们用性命教我的事情 而他们打下的太平 我会代替他们 一直守下去 你的泪沾湿了大海 我真的很无奈 过去的承诺不能够实现 还要多等几百年 让爱永远在你心中 在万世中所有也去也承诺 不能忘记的承诺还有你的轮廓 一起走多孤独也不放手 好想把你拥抱如花 用双手拥有宇宙 明白爱不能重来不要泪流 下辈子换你自由放手 流的血不过是一顿 我不会去等夜 无情的世界吞噬了誓言 爱恨划破了长夜 让爱永远在你心中 万世中所有也去也承诺 不能忘记的承诺还有你的轮廓 一切就多孤独也不放手 放手 放手 要放手 放手 拿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